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 王毅表示 一国人权状况如何应由本国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由其他国家依据自身好恶断定 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权观并不代表国际人权观 世界应该倾听吸收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让人权的定义更加全面 丰富和均衡 既要重视政治和社会权利 也要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 既要讲民主自由 也要讲公平正义 中方主张各国可以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交流 互学互建 并反对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 更反对将人权问题作为政治工具 肆意对别国攻击抹黑 王毅指出 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国家 不应把一国的标准当成国际标准 某些西方国家如果执意以人权为借口 遏制打压发展中国家 企图剥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权利 这将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大的布公 中方愿同阿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 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人权进步事业 阿卜杜拉表示 衡量人权的标准应当是 一国人民是否幸福安宁 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也是霸权的体现 在人权问题上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阿方愿同中方加强人权交流合作 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29号举行 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 新疆威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贵向驳斥斥欧美国家 对新疆强迫劳逸的指责 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而这些国家借此制裁中国 不只损害新疆人民的利益 也可能反过来伤害到自己 咱们老讲 产业链 价值链 供应链 既然是一个链 那就是截密连在一起 那么制裁的大棒 推向新疆的企业的时候 也会砸向你自己的产品 那么中国人民 包括新疆各种人民 其中在内 也是不好惹的 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就不购买你的产品 我从网上也看到 H&M的你这个店里头 就没人去 那么结果是什么 你在中国的市场 还能撑得住吗 还能赚到中国人的钱吗 一分也赚不到 那最后受害的 不是你自己吗 新疆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公室 新闻发言人 伊利江阿纳伊提 也在记者会上强调 新疆的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始终坚持 不与特定民族地域宗教挂钩 挽救的是 感染宗教极端主义人员 欧美国家的政客和媒体 将新疆的教育中心 抹黑为集中营 完全是颠倒黑白 信口赐黄 记者会上还请来了多名 新疆的基层群众 发表讲话 讲述自己 受益于政府的政策 改善了生活 并没有存在 受强迫劳益的问题 人民日报29号发文 批评今年月份 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和少数西方政客 媒体和所谓专家 污蔑中国在新疆 搞所谓灭绝种族 是违反国际化的 弥天大话 是极为恶毒的政治挑衅 也是对历史上 灭绝种族最受害者的 公然亵渎 他们的图谋 注定不会得逞 只会信于扫地 自取其辱 文章指出 灭绝种族罪 是国际法规定的 最为严重 危害最大的国际罪行 认定灭绝种族罪 有极为严苛的法律 证据和程序标准 一经认定 将会产生严重政治 和法律后果 因此这项罪名 不能被用作信口开河 恶意栽赃了政治标签 蓬佩奥支流 罔顾事实和法律 给中国扣灭绝种族的帽子 是极为恶毒的政治挑衅 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玷污 也是对历史上 灭绝种族罪 受害者的公然亵渎 文章又指 根据防止及惩治 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 除特定的法院 和国际刑事法庭外 任何国家 组织或个人 都没有资格和权利 随意认定别国犯 有灭绝种族罪 在蓬佩奥等西方政客 郑国恩等伪学者 以及少数西方媒体的眼里 灭绝种族罪 没有一丝一毫 法律上的严肃性 完全是可以任意操弄的 反华政治工具 他们恶意捏造网络所谓事实 污蔑中国在新疆搞灭绝种族 他们的谎言 根本掩盖不了事实真相 文章强调 中国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灭绝种族 所谓灭绝种族 是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 也是对中国治疆政策 和新疆发展成就的污蔑 恶意捏造事实 滥用法律 在国际关系中 把灭绝种族罪政治化 武器化 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公然破坏 更与国际社会 惩治灭绝种族犯罪 努力背道而驰 少数反华政客 和伪学者的谎言 终将被戳穿 他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结果只能是信誉扫地 自取其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先问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杜萍先生 来做点评分析 杜营中午好 你好 王峰 近期一些西方国家 借口人权问题 对中国实施制裁 那中方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并且做出了相关的声明 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我的观察是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针对新疆问题 制造这么多谣言 散布谣言 并且根据谣言 在中国对中国 采取一些所谓的制裁行动 这个事情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出路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就是在中国国内 包括在新疆地区 各种人民都不相信 美国的谣言 而且对新疆没有任何 这个对新疆人 对看待自己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影响 他们坚信 他们自己的事实 眼前的事实 就是他们自己所看到的 绝对不会相信美国 而且对美国的这种用心 包括西方国家用心 看得更清楚 然后呢 就在国际上面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 王毅外长访问中东六国 是非常重要的 中东六国都是 穆斯林人可为主的国家 实际上如果这些人 他们中东地区的国家 都不相信美国的谣言 都不会跟着美国走 这就是在这个 美国在国际外交当中 针对中国的恶日战略 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 这两大保障 就是中国国内 根本不相信美国的 老百姓更是反感美国 在中东地区 中东国家的人民 更是反感美国 因为他们才是 他们也是受害者 伊拉克战争 这个利比亚战争 叙利亚战争等等 都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 针对穆斯林人口所展开的一个 人口灭绝的行动 不只是灭绝人口 而消灭伊斯兰文明 这个事情 就是中东国家 经历的时间太久了 他们所受到的一个遭遇 比在新疆 估计更加严重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美国的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来遏制中国的战略 应该可以说是 他们只能是玩一会儿 但是在全球范围之内 他们没有什么市场 而且也没有出路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谢谢杜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 朝鲜外务省 国际组织局局长 赵哲珠28号发表讲话 批评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行使自卫权的 正常活动 提出问责 是对主权国家的严重无视 明显的双重标准 赵哲珠说 朝鲜25号 是射新型战术制造导弹 是遏制对朝鲜半岛 实施的军事威胁 堂堂正正行使 维护国家和平繁荣的自卫权 但联合国安理会却问责朝鲜 是对主权国家的严重无视 明显的双重标准 赵哲珠并指出 对美国进行反朝战争免息 空袭序量领土 英国表态刀幅增加核弹头数量 法国试射新一代多弹头洲际导弹 安理会却从来不提及 或问责这些行为 赵哲珠表示 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 拿着双重标准和极度偏见 进行针对朝鲜的会议和调查 并警告如果联合国安理会 继续双重标准 只会煽动朝鲜半岛局势 恶化和对抗 而非缓和与对话 也必将引发与之相应的反制措施 凤后卫视综合报道 长次号货轮堵塞苏伊士运河受困多天 那么参与救援的荷兰公司表示 救援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阶段 那重点是要清理船底下的泥沙 那最新有消息指出 长次号已经开始重新的扶起 船首相的角度已经从上周的31度 调整为10度 接近百正 长次号横考苏伊士运河 再多两艘托船 奉命前往现场 交入解救行动 托船负责推拉货轮 尝试令船头脱离河堤 位置更松动 另一边乡 岸上的输军工作持续 挖掘机清理船头周围的砂石泥土 工作人员利用地图和测量仪器 确保疏通工作安全进行 另一艘在塞浦路斯注册的大型挖泥船 预计会在周二抵达 尽量希望运用满月大潮的机会 把长次号重新扶起 从卫星图片可以看到 搁浅的长次号仍然横在河道上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声明说 已挖走超过27000立方米的泥沙 不过有消息指出 目前船首受损 海水淹入隔舱 如果拖液行动再失败 就要准备将长次号上 18300个货柜部分卸下减轻重量 这一位运河将要更长时间才能通航 为了解运河堵塞状况 中国自然资源部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指令透过海洋1号CD两颗卫星 拍摄了运河的摇杆影像 据外媒推测 苏伊士运河两端停滞的货船 增加到369艘 长次号堵塞苏伊士运河 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达90亿美元 富豪卫视 松河报道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将会关注财经发明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财经方面消息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普遍向好 日本和台湾股市在午后上升了超过1.1% 韩国股市是轻微上升了0.2% 内地湖山两次震荡走高 煤炭电力股表现零钱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货指在中午报3445点 上升了27点 升幅0.79% 半日成交了2176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在中午报13865点 上升了95点 升幅0.69% 半日成交了2902亿元人民币 而在香港股市方面 横指低开了19点 随后向上靠稳 美团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 油盈转亏 脱离股价 打跌了超过7% 也成为了最弱势的蓝筹股 横指在中午报28431点 上升了94点 升幅0.33% 半日成交了1042亿元 多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在上周五集体大跌 有报道指出是和基金的爆仓有关系 而日本野村证券表示上周五美国子公司和客户的交易将会蒙受20亿美元的损失 市场也怀疑是和中概股的爆仓有关系 包括腾讯音乐 爱奇艺 唯品会和百度等多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在上周五遭到抛售 有市场传闻指是由基金强制区杠杆而引发 彭博社报道指 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上周五做出大额配售 当中高盛上周五美股开市前抛售了价值66亿美元的腾讯音乐 唯品会和百度股份 开盘后又抛售了爱奇艺 跟谁学 以及两支北美媒体股 维亚康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探索传媒 涉及金额达105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上周五全天也抛售价值80亿美元的股票 两家投行合共抛售金额超过190亿美元 并导致股票市值蒸发330亿美元 美国媒体报道指 这次爆仓事件的导火线是一名韩国裔基金经理管理的对冲基金 未能增加融资融券的按金 而被投资强行平仓所致 而多支中概股突然暴跌 可能是与这些股份是基金的主要投资范畴有关 爆仓事件也怀疑冲击到日本大型券商野村控股 市场传闻指 涉及爆仓事件的基金在野村开户 野村周一则发出公告 指美国子公司可能因一美国客户遭受巨大亏损 涉及金额达20亿美元 受到消息拖累野村股价早段大跌了15% 而腾讯音乐在上周股价急错后 宣布回购10亿美元股份 以代表董事会对业务前景和长远策略有信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于美国接种疫苗的情况 还有经济复苏的情况 都好过市场的预期 提升了美元人气 人民币继续撑压 中国外国交易中心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416 比上周五的中间价下跌了40个几点 这也创下了去年12月29号以来的最低 而极其护价开报6.5415 比上周五的收盘定盘价小跌了8个几点 再来关注一下全球抗疫 欧盟成员国的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各国继续在加紧推进疫苗的接种计划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在28号公布了疫苗护照的样式 并且计划要在6月的中旬要推出 欧盟力部市场专员布雷顿在法国一个电视节目中 展示了疫苗护照的设计 备有二维码手机板和实体板三个样式 预计最快可以在今年6月中开始申请使用 护照将记录申请者的姓名 出生日期 接种疫苗的时间和种类 以及是否曾经患上新冠肺炎 又是否还有抗体保护 护照是志愿性质 但布雷顿预计没有申请护照的人在跨境旅游时将会被要求做病毒检测 布雷顿认为这不算是歧视 而是要证明个人健康保护更多的人 在联合国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下 科索沃周日接收了第一批的阿斯利康疫苗 总理库尔蒂亲自到机场迎接 他表示这批2万4千剂的疫苗将优先让医护人员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接种 并指出目前全国已有大约5%的人口感染了新冠肺炎 科索沃需要更快获得更多的疫苗 以保护未受感染的人民 凤后卫视综合报道 目前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突发疫情 昆士兰州政府在29号宣布 对布里斯班大区实施为期三天的封锁令 有澳大利亚的医学专家认为 政府能够在复活节之前就可以控制住疫情 并且能够让当地民众安全度过即将到来的假期 29号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长白勒吉在新发布会上表示 昆士兰州出现了10个新增新冠病例 其中有4个病例属于社区传播 为保障昆士兰州民众以及其他各州民众的安全 昆士兰州州长白勒吉宣布 布里斯班大都会地区定为疫情热点区域 同时 从29号当地时间下午5点开始 对布里斯班大都会地区实行为期三天的封锁限制令 目前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爆发的小规模疫情 引发各州政府和民众的担忧 据悉西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政府将昆士兰定为疫情高危区域 所有来自昆士兰州的游客都将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措施 目前澳大利亚正值复活节来临之际 由于无法确定昆士兰州政府封锁令的结束时间 很多州的民众也只能纷纷改变前往昆士兰州旅游的计划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儿童与青少年健康 悉尼医药学院博一教授向媒体表示 目前昆士兰州的疫情还在政府的掌控范围之内 他希望政府能在复活节之前控制疫情 能让民众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据悉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有超过两万名人员从布里斯班返回新南昆士州 这引发了新南昆士州政府的高度警惕 目前新州卫生部正在抓紧排查 以防有新冠患者在社区内进行传播 新州卫生部表示 如果当地民众与昆士兰州的新冠患者有密切的接触的话 应该及时向政府通报并自觉进行隔离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突发疫情 再度关闭五个区域的人员流动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 是否会受到阻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泡泡签计划 也有可能这次疫情而再度推迟 富翁我是杨银炼杨 新的报道 巴西的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时间 也加剧了国家的贫富差距 那巴西全国工会联合会更预计 今年当地的失业率将会升到14.6% 巴西疫情处于失控状态 全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在三月底正式突破了30万人 除了医疗体系陷入崩溃 疫情也演化成经济社会危机 饥饿和无家可归的人数不断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把巴西社会 退入一系列的危机之中 走不出疫情风暴 遭受严重冲击的巴西经济 仍没有基础条件复苏 国家失业人口高达1340万人 堆累着无数的悲伤故事 凤凰位置 林卓运 巴西采访报道 再来看其他国际方面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限电视新网CNN的采访时表示 阿富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必须由阿富汗人自己达成政治协议来划解纷争 他又认为重新的校准和沙特阿拉伯的双媒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拜登政府就助阿富汗美军核实撤离 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塔利班对此做出警告 布林肯强调 阿富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美国只能透过外交手段促成阿富汗问题各方谈判 对于美方不以卡书籍案制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布林肯没有直接回应问题 是否认为沙特王储是凶手 他只是一再强调美沙关系未来走向的基本坐标 着重重新校准 不会寻求关系破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一下缅甸的局势 缅甸军政府在27号建军节当天 武力镇压了示威者 造成过百人死亡之后 全国多地民众在28号依然是继续上街示威 据报警方再次开枪 并且造成最少有13人死亡 在缅甸的最大城市仰光 28号继续有大批示威者上街 他们用沙包等堵路与军警对峙 不少示威者戴上头盔 并手持弓箭及汽油弹 现场有车胎及其他杂物起火 并冒出滚滚浓烟 据报有军人从远处开枪 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形势同样紧张 有示威者在街上以沙包做掩护 向军警投掷烟火 现场多次传出巨象 有示威者手持一丝步枪指向军警 但未能确定是弃枪 还是能打实弹的强制 与军警对峙期间 有多名示威者受伤 部分人头部受伤 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 也有受伤流血的示威者 被人救出时 以此失去知觉 除了示威持续 边境地区冲突也不断升级 缅甸军政府27号晚派出战机 空袭在东部近泰国边境的 克伦民族武装控制区 据报造成最少三人死亡 不少房屋烧毁 有大约3000名民众 逃亡到泰国境内避难 早前 克伦民族武装攻占了 政府军一处阵地 造成多名政府军官兵伤亡 并俘虏了8名官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各位大成凤凰五千特快 我是王峰 我们再会